大家看到我画面上呢 就是这个明星脑洞参选的赖清德 他的新北市竞选总部 在今天下午成立了 而总统蔡英文 包含新政院的前院长苏贞昌等着 也就是党内的药角 在今天也都一起出席 来为赖清德站台 那么现在呢 当然呢支持者呢 也是齐聚在台下 就是呢要来替赖清德加油 而其实在今天呢 这些党内药角的出席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共同渊源 就是他们都曾经是参选过 明北市长 而且在这里也都有败选的经验 当然呢也是哪里跌到哪里爬起来 所以在今天呢 其实他们呢 这个也都来一起为赖清德站下 那么其实您看到在现场呢 是总统正在讲话一讲 大家说好不好 我要告诉大家 这些年来 政府的施政可以顺利推动 就是因为我们在国会 有一群认真优秀的议员 一起来守护预算 争取建设 我们才能做这么多的事 完成这么多的建设 所以2024年 不止总统票 好你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事实的当然情绪也是相当的高昂哦 其实在今天呢 也是党内的这个四巨头 第一次在新北市同台 就是要上街民进党大团结 希望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 可以拿下呢 比较多的票数 我也希望说呢 尤其在新北市的部分呢 可以超越过去的这个得票数 那包含呢 其实在今天呢 这个上街团结之外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包含这个立委的参选人们 他们也都引起了在台上 而今天呢 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已经喊出说 现场至少 已经超过两万人集聚 在这个舞台这边了 就是说要来替赖青的加油 稍后这些情形 也将CES提供给你 地区神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